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淑陽的朋友在2018年 因為星位的移動 四分之一犯太歲的機會有利分 你會有很大的改變 例如是搬家工作上的調遷 又或者是感情上的離合 壓力亦非常之大 但對於一些從事創作的行業是很有利的 在2018年你的工作上雖然有變動 但亦有不少人會在人事上有口角是非 設計凡事三思而後行 安於本分 限事莫理 有一部分屬羊的朋友 反而會變好了 但絕大部分屬羊的朋友都會面臨一個轉變的過程 尤其是有一些會出現在健康上的問題 所以最好特別留意你的健康 又或者可以考慮一下去旅行去應一應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做委員內